王志文,何许人也 56岁的他,可以说是演艺圈顶级老戏谷的存在 跟他合作过的刘德华,曾这样评价他 王志文的演戏方法有一种自己的味道 我觉得王志文的台词功夫太强了 我的表演也因为他改变了很多 讲话也就尽量自然,不那么古装 同样为老戏谷的演员王静松 也曾说,王志文演的戏是可以用耳朵听的 他的动作,他的行为,他的节奏 我认为是我听到的男演员当中优秀的台词 能得到同行业界这么多知名演员的认可和赞赏 王志文岂是一般人 所以当他跟江山,张志坚,刘家,张希林等老戏谷 坐镇主演的医疗情感悬疑剧《促行者》 在开播前就拉满了观众的期待值 想想看,上面列出的哪一位 不是悬疑剧里的王牌配角 妥妥的戏骨担当 更何况,这也是王志文跟江山 在29年后,第八次搭档演上下集 因此在被剧荒整的抓心挠肺 没得看时,这样一部有爆款迹象的作品一开播 自然会吸引许多很多悬疑剧迷 然而才刚刚开播,才仅仅播出两集 不少观众再次经历了期待越高 失望越大的心理落差 甚至有不少人打出差评,纷纷气局 在这里替大家整理一二 帮助大家分析分析 看这部剧还有没有必要 继续追下去 促行者的优点在哪 众所周知,一部剧的质量如何 演员实力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所以,这部剧的阵容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老戏骨门在剧中的发挥 也是一如既往的优秀 一开播,王志文饰演的神经内科主任丁学坤 一目自杀戏,就紧紧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丁学坤在屋里来回走动的纠结 以及他坐在桌子前面对真管的忧虑 都被王志文演绎的入目三分 短短几分钟 观众就看到了一个心思沉重 纠结忧愁的丁学坤 紧接着真继推到血管里 他就那么死了 他到底是自杀 还是有其他难言之隐 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秘密 或者是被人嫉妒 被人递破 被人暗害 随即而来的是他的葬礼 葬礼上各个科室的人窃窃私语 面色凝重 似乎都各自打着各自的小算盘 江山饰演的院长 被下属爆料跟丁学坤不合 而且在丁学坤死后 他跟神秘人短信联系 让他查什么东西 并且监视丁学坤的徒弟韩熙林 那么丁学坤的死 跟他到底有没有关系 而张志坚饰演的王恒之 虽说是丁学坤的好朋友 而且几次三番护着韩熙林 看起来是个唯唯诺诺的老好人 但他跟刘家饰演的林主任 却窃窃私语 说希望韩熙林走 这样就没人去查丁学坤的死因 还有另一波极力反对 韩熙林留下的医生 也在私下密谋 查着什么 他们都不想让人知道 丁学坤死亡的真相 除此之外 剧作拍摄中运用的暗色调镜头 特别是那些晚上空荡荡的长廊 韩熙林居住的房间 以及韩熙林的梦里 丁学坤坐在大火中对着他笑的场景 短短两集 这些老戏骨的表情 动作 台词和特意布置的场景画面 就把悬疑气氛拉到极致 所以客观来说 促行者还是有优点的 促行者的劣势在哪 关于促行者的槽点 在仅仅播出的两集里 第一 年轻演员实力有点弱 剧中周大为饰演丁学坤的儿子丁远志 王佑军饰演丁学坤的徒弟韩熙林 两个角色都很重 他们对丁学坤的死满怀疑虑 两人抽丝剥茧查案的过程 就是整个故事的主线 其实周大为和王佑军两位年轻演员 在关键戏份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尤其是韩熙林梦见师傅被大火烧死那一幕 他眼中含着的泪水 让人体会到了徒弟对恩师的那份担心 紧张 忧虑和恐惧 但无奈 剧情设置的有点扯 韩熙林和丁远志两个人设 就像是社会上的愣头青 没有多少能耐 就敢在医院大会上叫针 忽视老医生和领导的存在 特别是韩熙林 时时刻刻耍裤半傲娇 不尊重规章制度 不尊重领导同事就不说了 还常常说话说个半截子 完全就是骄傲自大 目中无人的霸总附身 看着看着 颇有点误入偶像剧的赶脚 一会儿悬一剧 一会儿偶像剧 来回切换 让人有点割裂感 观剧体验十分不爽 可以说 如果没有四个年轻演员 或者把年轻演员的戏份弱化 这部剧成为王诈 指日可待 其实 促行者 算是玩了近两年 许多写实证据或者悬疑剧 玩的一个既定套路 及老戏古家小鲜肉做组合 一方面 剧组会请一些老戏古当配角 以保证剧作的质量 定拿他们当学头来宣传 另一方面 却又请一些当红小鲜肉 或者流量明星 更或者年轻演员 来吸引年轻观众 从破冰行动到冰与火 再到前段时间才播完的底线 和罚罪几乎都是这样的做法 只不过这次促行者 再耍这一招 可能完脱了 首先年轻演员演技能力跟不上 其次剧情人设不讨喜 拿什么吸引观众 第二 剧情老套 人等以为医疗悬疑剧 有大咖作证 也有专门写医疗剧的知名编剧作证 会好很多 可是 剧中对韩锡林 丁远志的才华描述极为稀少 让人觉得这样两个是才傲物 在大会上荡着领导面 就敢护杠 掐架 挑衅的男主角 很不可思议 也不太现实 而且关于女运动员 谭淼淼的促醒治疗 也太戏剧化了 看起来是一拨三折 14天的约定 紧张又刺激 但实际上 从一开始 韩锡林立下军令状 观众就能猜到 14天最后一刻 谭淼淼一定能醒来 这完全是为了制造冲突 而刻意安排 而且还是很老套那种 第三 又是挂羊头卖狗肉 说实话 观众最害怕的是被忽悠 冥冥冲着王志文而来 结果他不到十分钟就下线 冥冥冲着老戏骨的王牌阵容而来 结果满亭都是小鲜肉 冥冥说是一部悬疑剧 结果像是打开了一部偶像剧 冥冥说是宣传中医文化 结果在中医促醒谈 渺渺过程中 只是故弄玄虚 一点专业化的内容也没提及 这就导致 观众很难信服剧情 是真实的 角色是真实的 从而很难入戏 也很难共鸣 另外我还很纳闷 医生明明都是温文尔雅 成熟稳重那一挂的 见人礼貌又尊重 为什么到了剧中 反而是那种遗旨气使 对老师 对领导 对同事一言不合就抬杠的人呢 这难道又是一部挂着羊头卖狗肉 让老戏谷来为小鲜肉当绿叶的霸总偶像剧 尽管草点不少 但客观来说 王志文 江山等戏谷的演技 还是值得肯定的 而且目前老戏谷在悬疑方面的加持 让这部剧像是一部 以医疗为主题的职场斗争剧 颇有点小圈子里的全谋戏格局 如果把剧中的第九医院 想象成古代一个国家 是不是就有全谋悬疑内味了 而且王志文饰演的丁学坤 虽然出场并不多 但他留下的几个悬念 已然勾起了观众的兴趣 他真的是得抑郁症自杀的吗 他的自杀是有意还是无意 为什么他的死 会让医院那些人心神不宁 坐立不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